第487章 找上门的麻烦 宽敞的修炼室内赤裸着上身的青年眼眸紧闭 周围暗红能量盘旋飞躲 最后狠狠地撞击在了其赤裸的身体上 玄机诡异地消失不见 体内宽阔经脉之中 青涩斗气犹如那高速公路上呼啸而过的汽车一般 在心神的主视下 带着低沉的呜呜声响 不断地在体内回荡传播 在服用了宿灵风担之后 宵炼体内斗气的运转速度 几乎是在此刻增加了将近三四倍 一股股青涩雄厚斗气自斗经中标示而出 最后奔驰在经脉之内 带起了奇异的闷响 由于运转速度之快 到得最后 体内的循环几乎达到了首尾相接的地步 这一边的斗气刚从斗精之中出来 而另外一头被心火淬炼过的斗气 便是已经汹涌地灌了回来 而且除了斗精的释放斗气之外 那被涂抹了青枝火灵膏的身体 也是在此刻变成了一个不断散发着犀利的无底洞 肉眼可见的淡红色能量 云云不断地从皮肤毛孔中渗透而进 最后在体内再度凝聚成极为可观的庞大数量 天坟炼气塔内的火属性能量 明显要比外界精纯许多 不过也并不能直接便是纳入斗精之中 因此对于这些野蛮闯进来的火属性能量 硝烟分出了大部分的心神小心地控制着它们 然后沿着另外的一条经脉路线运转起来 当然这条经脉的路线最终终点 自然也是距离心火源头不远 所以在经过经脉中的运转整合之后 这些略微有些杂质的火属性能量 也是开始冲进那团旺盛的心火之中 体内斗气就像是两条各自流转的小核一般 而当小核在流转到心火此处时 经过淬炼便是双核汇聚 完全融合成了一股精纯的雄厚斗气 最后带着低沉的滚雷声响 灌注进入了气球内的斗精之中 在这般双滚旗下的吸收以及淬炼中 硝烟能够清晰地感觉到 斗精之中的斗气正在逐渐地变得充盈起来 借助着轻之火灵高与速锋灵丹之主 一切都是在向着最完美的方向进行着 按照这种速度 硝烟有信心在一个月之内突破到八星大斗石 硝烟的修炼持续了两天时间 在这种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实力增长的修炼下 没有人愿意中途折断 因为这种暴涨的快感 让人有种由心灵深处而散发出来的战礼般的舒畅 突然因为一些人群的闯入而变得安静了一些 这群不速之客的领头者是一名身着血糊绒群的女子 女子的模样颇为秀美 瓜子脸 樱桃小嘴 如画柳眉 这一切的集合都是令得旁人有种赏心悦目的美感 因此对于为何她身边总是围绕着一群人也不显得有多奇怪 毕竟这内缘之中女孩子总是少数 漂亮的女孩子更是被众人争抢得香薄薄 不管在哪里 美人总是最容易受到追捧与青睐 被犹如众星朋友般地簇拥在中心位置 这位血糊绒群女子虽然脸颊上擒着甜美平静的微笑 可细心者却依然是能够从其眼中瞧出一抹自得与虚荣 这种眼神是在抛开她表哥施加在其身上的光环后 众人对她的真实评价 虚荣心总是女人最不可抗拒的东西 看着众多男人为了自己而大打出手 女人心中难免会有种暗暗的自得心理 进入高级区域 这名女子眼眸轻轻地瞟了一眼周围因为她而驻步的男子 而在她那如水柔波下 一些心智不坚者 脸庞忍不住的有些泛红 然后忽闪着眼睛躲了开去 瞧得那些男学员在她的视线下变得左右躲闪的目光 女子轻轻一笑 美丽的笑容令得这封闭的塔内猛然间光亮了许多 女子带着一群人静止穿过高级区域 孙姬在最后一片区域中停下了脚步 而在她停下脚步的地方 正是萧妍选择修炼的那间单人修炼室 而乔德女子驻步周围目光扫来 乔德挂着有人修炼的牌子 并且紧闭的房门 一些人不由得一整 玄机眼中流露出些许幸灾乐祸 难道里面的家伙不知道这间修炼室 是雪莲子柳飞的专用之所吗 雪狐容群女子脚步停下 绷着那紧闭的修炼室房门 脸颊上同样是闪过一抹惊恶 这种修炼室被人占用的事情 她已经很久没有再次遇见了 上一次遇见时啊 似乎还是在半年前吧 不过当时 那个占用她修炼室的家伙 最后被她的追求者 打到半个月下不了床 而自此后 这内院之中 便是很少有人敢再来这间修炼室了 没想到今天 竟然又是遇见了这种令人怀念的事情 哈哈 菲尔 看来又遇见了一些不开眼的呢 在女子身后 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望着紧闭的房门 脸庞上有着一点笑意 这无疑将会是她在美人面前露面的好机会 柳飞淡淡地笑了笑 微微摇头轻声道 雷娜 对人客气点 听得柳飞这暗中代表着什么的话语 那名被称为雷娜的男子 嘴角一脸 笑着点了点头 说道 放心吧 让他明白一些事情就好 柳情大哥说了 让我来保护你 你是他的表妹 我自然是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 听得雷娜 勤致以私敬畏地 从嘴中吐出那个在内院中声名赫赫的名字 柳飞不由得一抿嘴 毛子中掠过些许旁人难以觉察到的情愫 那个霸气凌厉的男子 从小便是在其心中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影子 跟随着他来到迦南学院 虽然身旁追求者络绎不绝 可在那道影子的攀比下 都是不由得有些黯然失色 雷娜缓步走进紧闭的修炼室 紧握着铁拳 重重地砸在了房门之上 顿时清脆的金铁声响 在撤遍区域回荡着响彻了起来 响声持续了将近两分钟左右 方才逐渐消散 而那紧闭的房门 却是依然没有什么动静 乔得毫无动静的修炼室 柳飞带眉微微一照 雷娜脸色也是微沉了下来 再度举取拳头 刚欲狠狠砸下 紧闭的房门 却是在搁吱的声响中缓缓打开 哼 见到房门终于打开 雷娜冷哼了一声 这才收回拳头 退后了几步 目光不怀好意地盯着修炼室之内 随着房门的开启 这一片区域的所有目光 都是快速地投射了过来 在那一道蕴含着各种情绪的目光注视下 身着黑袍的青年 脸色阴沉地从修炼室之中 缓缓行出 任谁被打断修炼 恐怕都没有什么好脸色 他抬起头来 望着那退后的雷娜 眉头一皱 冷声道 阁下这是何意 小子 新来的 雷娜笑了笑 斜撇着硝烟 说道 难道你不知道这间修炼室 旁人不准动用吗 在来的时候 我查看过天坟练起打的规矩 上面的确是并没有表明 这间修炼室 旁人不准动用 硝烟摇了摇头 极为认真的回道 被硝烟的这番认真的回答 噎得至了一下 雷娜脸色再度一沉 冷声道 很有胆子的 竟然还敢来消遣我 没着空闲 硝烟手指轻弹一笑 淡淡地道 若是没事的话 请让开吧 不要打扰我修炼 说着 他便是要转身回去继续修炼 阁下请慢 突然响起的叫声 让得硝烟微微一顿 抬起目光不显不淡地望着 那名身着雪狐绒群的女子 从先前出来 他便是明白 这个女人或许方才是最主要的源头 被硝烟淡淡盯住 柳飞不由得有些错愕 因为前者望向他的目光中 别说没有半点 其他男子看他的那般躲闪 以及爱慕 就是连对美丽事物的纯粹欣赏 都未曾具备 这副眼神 就像是在看待一个 与周围那些大男人 没有什么区别一般 这位同学 这间修炼室 是我单独修炼的 抱歉 柳飞回过神来 戴眉微皱 心中对硝烟的这副态度 略微有些不满 不过脸颊上 依然还是带着一丝笑容的轻声道 听得柳飞的话 硝烟眉头也是紧紧皱了起来 半晌后 他指着修炼室 说道 这是内院给你的特别对待 有内院出事的证明吗 如果这间修炼室 真是内院单独为你建造的 那么 我对先前的战用 给你道歉 硝烟琴这些许 冷淡笑意的话语 缓缓地在这片 高级修炼室区域回荡着 而在他的这话语之下 所有本来打算 看热闹的人啊 都是不由得一正 玄机 有些怜悯地叹了一口气 柳飞那原本 布满着甜美笑意的脸颊 也是在此刻 缓缓变得难看了起来 第488章 柳飞 在硝烟那冷淡的话语中 柳飞脸颊逐渐变得难看 让内院单独地给他 创建一处修炼室 这话说出去 恐怕会笑死一大群人 以嘉南学院在斗气大陆上的地位 别说是他一个天赋 仅仅只能算作是优秀的学员 就算是他那个 在内院中拥有着赫赫声望的表哥 柳晴 都是没有这种资格 硝烟所说之话 无疑是对其的一种极大嘲讽 整片区域都是在硝烟这话语中 变得安静了下来 一股暗自涌动着暴风雨的压抑气氛 笼罩在这所修炼室之外 一旁 雷娜也是从硝烟的话语中回过神来 当下一张脸庞阴沉得可怕 眼睛紧紧地盯着硝烟 略微有些嘶哑的声音中压抑着暴怒 小子 有种 你难道不懂规矩 若是想要挑战之前 都必须按动修炼室之外的挑战灵 你像蛮子一样地使劲锤门 是想要显示你力气大 硝烟眼眸青苔 淡淡的寒夜 自漆黑毛子中闪躲而过 手指向门旁不远处的一个黑色按钮 声音阴冷的道 虽然天分炼器塔中的确是谁拳都硬 谁便是能够享受最好的修炼条件 但是同样的 若是有人先行进入修炼室中修炼的话 后者想要挑战 那么便是需要按住修炼室之外的一个挑战灵 按动这个挑战灵 需要插入自己的火金卡 并且还需要扣除一天的火能 只要有人按动了挑战灵 那么在修炼室中修炼的人便是会逐渐地感觉到新火的降低 而随着新火的减弱 修炼之人便是能够毫无风险地从修炼状态之中退出来 这是内院对修炼中的人的一种保护措施 但是先前雷娜明显是没有理会那所谓的挑战灵 而是选择最容易将人从修炼状态中精醒的手段强行砸门 虽然这房门也是内院用特殊材料所造 但是这般大力砸下去 所发出的刺耳声音 依然是会对里面的人造成干扰 甚至被迫退出修炼状态 故而自硝炼先前出来之后 脸色便是极为阴沉 连带着说话间都是略有些刺人 被硝炼这番训斥雷娜一致 脸庞上的怒意更上 由于平日跋扈惯了 因此很少在意这些规矩 而且在他看来 只要会在第三层修炼的人呢 实力又能强到哪里去 所以他方才直接无视挑战灵 而是用最蛮横 同时也是最有效的办法 来将里面修炼之人精醒出来 手指指消炎 雷娜怒急返笑道 好 果然有本事 手痒了好几天呐 今天倒是要好好松下筋骨 随着雷娜话语落下 一股强横的气势猛然自己体内抱涌而出 强烈的压迫之力 令得一旁的一些学员忍不住地退后了几步 四星斗铃左右 比富翁要强上一些 感应着雷娜的气势 消炼面无表情 心中却是分辨出了极真实实力 一旁柳飞难看的脸色终于是回复了一些 瞧得雷娜那对着消炼踏出的步子 他并未开口阻止 这些年来 他从未受过多少气 如今消炼这软绵绵的钉子 却是将他刺得颇腾 因此对于有人要去教训他 他自然是乐意见到 雷娜大哥 下手可不要太重啊 不然到时候表哥又会责怪我的 柳飞淡淡地瞥了消炼一眼 对着雷娜说道 呵呵 好嘞 雷娜笑着点了点头 旋即转头 冲着消炼露出了一抹凝笑 拳头之上 强横斗气急速凝聚 瞧得这边即将要打起来 周围的人呢 便是赶忙后退 生怕惨遭迟雨 冷冷地望着一脸凝笑的雷娜 消炼脸色也是再度烟沉了许多 清晰了一口塔内 略有些温热的空气 冷声道 你真要打 怕了 雷娜凝笑道 马上滚出这间修炼室 然后给飞儿道歉 并且日后不准再进入 这片高级修炼区域 我可以放过你 闻言消炼微微垂下眼目 默默地点了点头 手指一晃 一枚紫色的药丸 被塞进了嘴中 缓慢而安静地轻轻搅动 嘿 小子 想要吃丹药强行提升实力 乔得消炼的举动 雷娜不由地冷笑了一声 面容上略微有些不选 他能够感应到消炼的气息 大斗尸左右 根本不会在他手内 出下十回合 没有理会他 消炼嘴巴微张 一口紫色火焰被吐了出来 然后卧在掌心中 嗯 见到消炼手上的紫火 雷娜一正 旋即眉头微皱地冷笑道 似乎有点本事 难怪这般消长 不过 想要光凭这东西便打败我 还差了点 消炼依然是没有理会 右手缓缓张开 青色火焰猛然闪躲而出 望着那一手持紫火 一手持青火的消炼 雷娜眼中终于是掠过些许惊异 他为人虽然狂妄 可却并不傻 两种火焰所散发出来的炙热 足以让得他稍稍提起一点正式之心 不能再迟缓了 心中闪过一道念头 雷娜身体微震 肉眼可见的深红色能量 自其身体之内抱涌而出 然后将整个身体 都是包裹在了其中 小子 今天便是要告诉你 在内院做人 最好低调点 黄色能量团中 突然传出雷娜冷笑的声音 宣迹 其脚掌重重一跺地 身形犹如一头 横冲直撞的巨星魔手般 带起凶悍的压迫紧风 对着硝烟狠狠地冲撞而去 冷冷地望着冲撞而来的雷娜 迎面而来的强烈进风 直接是将硝烟的黑袍压得紧紧贴在身上 漆黑眼瞳中 雷娜的身形急速放大 硝烟脸色一冷 手中所持的青子火焰 猛然重重拍在一起 在火焰对碰的刹那 硝烟脚步向左轻轻移动了一步 刚好是将雷娜的冲击 完全躲避了开去 脚掌重重擦在地面上 雷娜头也不回 粉身便十一剂将空气都震得发出霹雳声响的鞭腿 对着硝烟脑袋狠狠甩去 双手紧紧贴在一起 在双手间 青色与紫色火焰正在迅速缠绕 火苗犹如电影光一般 不断地丝丝地冒谈而出 感觉到那对着脑袋射来的尖锐进风 硝烟身体猛然倒斜了许多 略为倾斜的脚掌轻踏地面 在一道能量炸响声中 那与地面呈斜角度的硝烟呢 便是在这冲击力中急速倒退 脚掌跺在地面 雷娜身体半跃上空 然后双掌成爪 犹如汹涌扑石一般 对着急速倒退的硝烟扑杀而去 一脚踢在身后的石墙上 借助着反推力 硝烟再度闪避开了雷娜这击凶悍扑杀 在躲避之余 他眼角扫了一眼手掌上的火焰 那里青子火焰已经逐渐融合 只要再有片刻时间 佛怒火灵便是能够形成 并且伤敌 现在的硝烟那并不需要什么持久战 为了避免日后的麻烦 他需要用绝对的力量 来让他自己拥有震慑般的声望 不然的话 日后这些打扰修炼的人 或许将会络绎不绝 而佛怒火灵所造出的震慑 将会比任何东西都要管用 雷娜双手重重地落在地面上 其上尖锐的劲气 直接是令得坚硬的石板 出现了丝丝裂缝 短短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两人一弓一闪 足足十几个回合 凌厉的劲气 以及闪躲的人影 令得周围围观之人 忍不住的惊呼出声 他们一是惊呼雷娜下手之狠 二便是惊呼 萧炼以大道师的实力 虽然能在雷娜的手中 坚持这么久 要知道 这个家伙可是四星斗灵强者呀 即使是放眼整个内院 能胜过他的人 也不过超过百数 又是一记极为猛烈的攻击 这一次身形略为迟缓了一点的萧炼 黑袍被雷娜震得撕碎了一脚 不过好在并未伤及身体 续遇已久的攻击被再次躲开 雷娜脸庞上怒意更深 抬起头来 对着不断躲闪的萧炎 讥讽地笑道 你是属兔子不成 有种与我正面对战 听得雷娜这话 周围围观的一些学员 不免有些暗自私笑 你雷娜以斗灵的实力 欺压一名大斗师 还让得别人不要躲闪 还真以为别人是傻子不成 然而就在这些学员心中撕笑时 那一直身形飘忽的萧炎 却是真的停下了脚步 一张清秀脸庞 此刻布满阴冷寒意 急黑毛子冷冷地看着 对面的雷娜 见到萧炎竟然还真的听话不再躲闪 雷娜顿时大喜 脚掌狠狠踏在地面上 身形猛然暴射而出 淡漠地望着暴射而来的雷娜 萧炎身体再没有丝毫移动 缓缓抬起手掌 掌心一翻 一朵巴掌大小的青子火莲悬浮而出 随着青子火莲一出现 萧炎手掌处的空间便是猛然泛起阵阵波动 众人视线望去 只见得那处空间都是扭曲了起来 当下目瞪口呆 对着萧炎暴射而去的雷娜 同样是发现了萧炎掌心中火莲所带起的异象 顿时惊骇之色从脸庞之上飞速划过 它能模糊地感应到那火莲之中 蕴含着何等恐怖的能量 糟了 凭它的实力 怎么可能施展出这等恐怖的斗技 心中闪过一道念头 其惊骇之下 脚掌急忙死死地挫在地面上 双掌对着地面轰出一阵进气 借助着进气的反推力 它那前冲的身体终于是止了下来 然后双脚并涌 积极地倒退 淡淡地望着后退的雷娜 萧炎前脚轻轻踏出 然后落下地来 能量炸响在脚底传出 损迹萧炎的身体化为一道模糊的黑影 犹如一抹黑色闪电般 瞬间便是出现在了雷娜面前 脸庞冷漠 手中火莲对其脑袋狠狠砸了下去 青子火莲在雷娜眼中急速放大 映射出那张惊骇与恐怖并存的扭曲脸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